朋友们大家好,解读设计,我们今天解读劳斯莱斯的车标 我们看啊,劳斯莱斯是两个二重叠 这两个二呢,来自于两位合伙创立劳斯莱斯汽车的创始者 一位叫亨利·罗伊斯,还有一位叫查尔斯·洛尔斯 劳斯莱斯汽车公司成立于英国 这两个二重叠就表示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 体现了这两个人的融洽和谐的关系 由此我们发现,合伙创始人,他们需要合一,需要同心 需要和谐,融洽,这决定着公司是否发展的好 非常的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